文卷推出之后有超过17000个回复 结果显示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学生自杀 与教育制度有直接关系 以及有九成本受访者认为教育制度应该全面检讨 学生面对的压力可以由多方面而来 也都由多方面展现 学业作为学生生活的一步重要部分 没有可能毫无关系 总括来说 我们认为报告并没有真正向离世的学生负责任 对不起每一个轻生的学生 报告的研究对象只有离世的学生 而未有包含自杀魅水的学生 试问离世的学生可以怎样回应自己轻生的原因 同时报告将自杀问题归因于受害者的精神健康问题 认为辨识学生有精神病 就可以防止学生自杀 学生自杀不一定就代表他有精神病 而是学生对生命的绝望 此外报告提出以同学 家长 老师 社工作为守门人 但就没有理会这些守门人同样是制度的受害者 在完全没有增加任何资源的情况下 又怎样有空间守门呢 最后报告完全逃避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的责任 由始至终根本只不过是一份做show的报告 昨天民间联席走到立法会 要求就报告召开公庭会 广纳市民和学生对报告的意见 要求成立跨部门小组 跟进学生自杀事件 我们相信尊重死亡才是尊重生命 当政府企图用言语艺术推卸责任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更加要挺身而出 继续关注每一个受压的学生 我们相信社会不单只要减轻学生的痛苦 更加重要的是要让每一个学生活得有意义